而立法院开议朝野立委纷纷提案要修改所得税法 为民众来争取减税的小确幸 其中民进党立委鼓鼓文就认为要鼓励生育 所以生得越多胎所得税的扣除额应该要越高 国民党立委杨重英则是提案要放宽教育学费 特别扣除额的规定要鼓励民众来终身学习 不过财政部对于减税表示应该要甚甚考量 你有几个小朋友 我有两个 每一个都会有一个人头就会有一个扣除额 所以当然生越多本来就是会扣得越多 年轻爸妈经济负担越来越大 也让很多人不敢生小孩 现在立法院开议 蓝绿立委纷纷提出所得税法修正 为民众争取减税小确幸 我们喊出一个国家的政策 就是一岁到六岁有国家养 那事实上我们的所得税的扣除额只规范到五岁 我想应该把这个法案符合政策 第一个我把它提到六岁 那第二个过去的扣除额都是定额的 就扣除十二万 我们认为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鼓励的兴致 所以说我们就采集累进的方式 为了降低爸妈负担 针对手子化健康照护等方面提出减税优惠 两大方向首先是在现行扣除额上再加码 包括民进党立委郭国文提出 升越多扣除额越高 六岁以下子女 第一名子女每年维持现行十二万的扣除额 第二名拉高变十五万 第三名子女最高可到十八万 另一修法方向是直接新增扣除额种类 民进党立委提出针对重大伤病 以及孕妇照护 每人每年都可扣除二十万元 而针对健康检查 也提出每人每年八千元的新增扣除额 至于国民党立委 杨崇英则是提出放宽教育学费 特别扣除额规定 纳税人的子女 每一位可以两万五千块的所得扣除额 我们再增加 配偶的部分也得以两万五千块 来作为这个所得扣除额 鼓励配偶也去做中生学习 立委凭减税 不过民众反应也是大不同 应该多少都会有帮助吧 我认为不会有影响 不是因为所得税的高低 所以不生小孩 而是因为这个 我觉得整个环境的关系 财政部对于减税表示 应审慎考量 统计去年全国付税收入 年减3.6% 是金融海啸以来首见衰退 立平减税又不影响国家财政 也是政府一大考题 记者叶玉林 欧静杰台北财防报导